摄像无像 有无不像 像而无像 名为摄像 这几句话 念的后把我念糊涂了 初学都是念糊涂了 但是你真明白的人说 小的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摄像无像 它不是物质 它也不是精神 但是 它能够变现出物质跟精神 就是它能生物质现象 能生精神现象 能现物质现象 能现精神现象 它是能生能现 那物质现象精神现象 就整个宇宙 在佛法里面讲法界 变法界虚空界 这一切现象 这摄法界流到 所生所现 能生能现的是真的 永恒不变 所生所现是假的 就好像做梦一样 梦中间接 它不是真的 它是假的 但是假跟真又分不开 那假从来 假是一真而起 没有真拿来的假 一真而起 所以一真而起 它不是真的 它是真的影子而已 这个四世真相 就要搞清楚 搞清楚之后 那么你虽然是还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回归 自信 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法 你能够放得下了 你不再执着了 这是你真学物 那么你重视什么呢 你重视灵性的提升 你不会重视这个世间的明文力 你对这个会很淡薄 而对你的德行 智慧 灵性提升 你对这个很重视 这里头有真落 无法想象那个落取 所以古来祖师大德 常常用一句话形容 说世卫 哪有法为能 但是现在人贪图 世间五欲六成的享受 你真正在灵性上享受到的时候 这世间五欲六成 猜猜明事 所以怎么能跟法比 差太远了 你只尝到法为 这个世间五欲六成 自然就放下了 你才真正知道 那是染污 那哪里是什么享受 染污什么 染污灵性 其实 染污不到灵性 灵性真正被染污 它就不灵了 自信被染污 它就不叫自信了 它实实在在 它染污了阿赖耶 就是你的妄性 让你的妄性 那个虚妄 也就是虚妄 就我们难懂 我们讲的是 妄想分别 指着加重 你在这上加深而已 它想问你这些 而自己与这个清净心 与自信 具体就越来越远了 它在当中 做障碍 是这么回事 这些事情啊 射相无相 刚才讲了 体 就像是体 自信 自信 能生 能信 又无不相 那就是所生 所信 它能信 这个不好懂 所以我们常常 讲的这些地方啊 我都用 电视 现在家家都看电视了 我用这个做比喻 那射相是什么呢 射相就是屏幕 电视的屏幕 它是真的 它存在 那无不相是什么呢 无不相是 屏幕里面 现的这个画面 你看我们一看频道 画面就现出来了 现在屏幕里头 那我们要问 屏幕是实相 现的是妄想 这真相跟妄想怎么分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分开 那这个画面 离开屏幕 它就不能现现了 所以现在屏幕上 它绝对不是屏幕 它跟屏幕毫不相关 你真就是真 妄就是妄 怎样把这个妄想灭掉了 你把频道关掉 立刻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真相里面 能现 无量无边的实相 那频道多吗 你随便看哪个吗 你不看它 就恢复原来的本样子 这样 无相 无不相 屏幕是无相 里面 频道里的是无不相 这是我们每天面对的 所以 看电视会开悟 你要能这样子看法 你就开悟了 了解什么 真妄不二 真不是妄 妄不是真 但是真妄不二 那真在哪里 真在妄里头 妄在真里头 这个参悟了 这开悟了 电视 你会看电视 跟念华严精 哪有两样的 没有两样啊 就是你不会看的 你看的时候 全被里面 那些动作迷了 那你就糊涂了 你也能在看电视里 看出真妄不二 看出繁琐有相 皆是虚弯 你不就大车大乌了吗 那什么 那电视 跟华严精什么两样 跟无量寿精 也没两样 看电视 在学佛 会看的人 就成佛了 成菩萨了 不会看的时候 早夜 心里都跟他转 他笑 你也笑 他哭 你也哭 在那学一些 啥道盈望 那么你不就 搞得到地狱去了 所以佛经在哪里 没有一样 不是佛经 大方光 佛华严在哪里 无量寿在哪里 没有一样 不是无量寿 没有一样 不是大方光 不是佛华严 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 所以金从哪里出来 金从石像里出来 就佛讲的是石像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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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